常规懦手对决全肉懦手 听说懦手出全肉装备更厉害,是真的吗? 仔细想想,懦手因为有被动的攻击力加成 只要能抗,就能有很高的伤害 打出血怒的懦手,活的时间越久,伤害就越高 那么,这两种懦手到底哪个更强呢? 差距有多大? 可能在座的各位观众,以前也想过这样的问题 可以发现,双方只用普通攻击的情况下 全肉懦手的对拼能力完全不输于常规懦手 都用技能会怎么样呢? 我们来看看吧 双方可用所有技能对决 双方差距比较明显 有观众说过,全肉懦手必须要出一件黑切 那我们给他出黑切试试 全肉懦手把蓝盾之兆换成了黑色接隔者 双方再次对决 这次双方差距变小了,可惜还是没打过 如果再给他出一件巨酒,会不会更厉害呢? 我们换装备试试 全肉懦手把石像鬼石板甲,换成了巨型九头蛇 双方进入了最后的决赛 双方差距跟上次差不多 你们觉得全肉懦手怎么样? 下期视频是德邦总管对决,破败之王 这两个打野谁更强呢? 我们下期再见